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暗黑破坏神二代重制版 今天是召唤死灵的噩梦第四章流程 到了噩梦的这个时期,难度已经开始有一些了 开场呢,把任务接了,咱们就出门了 我现在的等级是50级出头 预计通了噩梦之后会练一下级 我见过狠人啊,练到75级才进地狱 但是咱们60级左右就可以进了 先把队伍建立起来 队伍的组成呢,现在是小弟,石魔,还有十个骷髅 下一期有小伙伴跟我说,说大叔啊 瞄准的小弟才强啊 你怎么用力量的 因为我普通难度还有噩梦的前半都是用的瞄准的 所以说这回换一下,给大家演示一下各种不同的嘛 上一期呢,甚至还加了一点召唤法师 现在呢,已经把那个点数洗掉了 狮豹的话,我现在加了多一点 因为咱们的装备实在是不太给力啊 加的技能比较少 所以说狮豹呢,多点了几点 然后后面所有的技能点都要投给石魔了 这个玩法呢,现在已经确定下来了 狮豹已经可以作为主力的输出手段了 现在的魔法瓶呢,加的反力比较多了 而且呢,咱们的反力点现在150左右 可以支撑一些施暴的输出了 刚才右面有一个电轨在射我呀 到了地狱难度呢 你有可能在第三章就会遇到电轨 这个难度是很高的 尤其走位不慎的情况下 可能一轮团射就会枯竭 感觉到了地狱难度 你的电抗都是指弧的 恶魔还可以吧 竟然有一个精英怪 还没出东西 哦,见到了伊佐尔 这个伊佐尔出现的不错呀 这个时间点 大家看一下我的经验条 已经快升级了 再上他的两点 三点技能点 都给石魔吧 加强一下石魔的生存能力 还有他的减速效果 如果大家第一次练召唤死灵的话 不建议给石魔投这么多点数 可以投一下 复活生物 扩充一下你的 队伍 尤其是BOSS之前 平时呢 带着一些骷髅就够用了 咱们下一个任务啊 来到了最发之城 这个翻译好像 好吧 反正各方面的翻译呢 都有一些变化 包括盾牌 头盔腰带等等 这里的怪不少啊 咱们施暴呢 在噩梦的第四章起来了 还算及时吧 好 好 黄热 我的天 来吧 牺牲一下石魔 这个时候就是用它来勾演敌人的 好 冰冷强化的炸了 炸掉了我四分之三的血啊 这个挺危险 那如果是地狱难度站位就要更小心 那如果是地狱难度站位就要更小心 现在还可以 700左右的血量呢 在噩梦难度还算安全 基本不会被秒掉 这个图我跑了一圈了呀 一般情况下我记得入口呢 是在地图的中部 但这次呢好像有点变化 看我的经验条 估计 暗黑快神之前还能升一圈 噩梦的大菠萝肯定是能爆一些好装备 上一期录制完之后呢 我自己又打了几遍噩梦的老沫 很遗憾啊 没给我出新东西 我的这身装备恐怕要坚持到地狱难度了 各战神殿 我最喜欢的就是技能神殿 这个图怪好多呀 哦 这个地方我感觉可以来一波了 打一波吧 这边下来 哦 这个冰冷强化的又崩掉了一半的血 这一边下来啊 涨了10%的经验 怪真的是不少 还有两个劲外吧 我的天这一地 满地狼藉啊 这波打得很爽啊 咱们死灵法师的打法到后面就显着很粗暴了 好入口呢在这儿 进入火焰河 这一个经验神殿 不错呀 经验神殿可以 让咱们练机快一点 哦 这里的虫子啊 虫子其实非常讨厌啊 他不断的下蛋 下的蛋呢 又没什么经验 如果不轻呢 有的时候他会把路都堵了呀 这个又是网出兔小怪的 那我觉得这张图咱们可能打起来会慢一些 那我觉得这张图咱们可能打起来会慢一些 又一个经验神殿 这里呢 有一个分支路线 咱们走一下 噩梦呢 敲石头不知道会给我敲出个底号啊 噢 这边呢不是啊 不是敲石头的地方 噢 我的经验已经长了这么多了 大家可能有的时候注意到 攻击敌人的时候 有时会出现一个白色的叉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提醒你你的攻击落空了 没有打中对方 这个特效是可以在画面选项里关闭的 这边把路都堵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特效开着更好 尤其是物理系的角色 你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攻击的准确率 到底是多少 能够辅助的判断 这边已经把路堵了 堵的严严实实啊 你可能需要一路炸过去 虽然这里攻略的稍微慢一点 但是这样炸过去感觉很爽 前面密密麻麻都是怪啊 感觉这边打完可以升级了 哦 这个岔路呢 没有砸石头 没有啊 只有一堆的怪 这是个无形的甲 没有孔 我呢主要需要一个三孔的甲 看看这边又有一个分支 哦 这边也很满啊 可以看见一地的虫子 哎 没有也不是 是 屁屁出来了 我觉得这里怪的密度比前面还要多 哎 法力瓶最近消耗的很厉害 行 感觉炸的差不多了 可以撤了 再往前走一走啊 看看有没有分支了 嗯 左边好像有啊 好这个方向又是一堆虫子 就在这儿已经出现任务提示了 我的施暴现在加到了10点 这个铁匠 这个铁匠估计会挂得很惨啊 因为他脚边的尸体太多了 啊他已经挂了 把这个场地清一清啊 怎么多少血了 一千五左右 看一下出什么 出了个普洱 还行吧 毕竟是噩梦难度啊 但是七十给我个十二更好啊 需要索尔啊 再来整备一下吧 蓝宝石能合了 为精神准备的符文还在那放着 我这件衣服呢还没存起来 接下来就是打大菠萝了 应该放到共享箱里 好这里发生了一个事件 大家看一下我这把精神剑 大家看一下我这把精神剑啊 那刚才呢打到了一把四孔的剑 所以说就镶了精神剑 实际上我是想优先镶精神盾的 但是一直没有搞到素材 当有了剑呢就先出剑了 这样本章呢咱们装备也更新了一下 其实精神剑对我最大的帮助 并不是他的加两点技能 因为我原来的手杖上也有 他对我的帮助主要是这个法力加的比较多呀 但我使用尸暴的时候更加的肆无忌惮一点 并且呢尸法的速度也快 安全性也更高吧 精神盾呢我估计会再打完了噩梦再开始搞吧 因为打完噩梦之后呢咱们会进噩梦的牛场 让收集的素材能够好一点 然后再搞一个精神盾 这样我的装备大概我估计也就这样了 在地狱难度可能不会有什么更新了 除非人品爆发呀 小弟挂了 我在这里啊遇到敌人太多了 然后就一顿炸 看起来像是我把小弟炸死一样 就是炸的太嗨了 能给小弟加血 其实我的腰带一号呢 上面就是紫瓶 给他加的话也能够抢救回来 但是我已经被尸暴蒙蔽了双眼啊 这个诅咒其实太讨厌了 给我上摔了 咱们还是去开封印嘛 刚刚我的位置不太好啊 所以我就TP了一下 没办法呀 这些人都指望我再跑位啊 哦 这个地方没有神殿吗 应该给一个哦 在那 一会看一下这个什么神殿啊 最好给我个技能 给了个法力的 这个几乎没有用 就是一个平的事啊 炸起来轻的实在是太快 以前的小弟们是主力 现在我的输出也很高啊 现在我的输出也很高啊 小弟们从主力的输出 变成了肉盾 征战长矛 征战长矛 应该是没什么用啊 我的手里现在拿的是 嗯 减速差呀 他这个用处真的不大 减速差 死灵法师用完了 可以交给别的角色用 况且有些小伙伴 还总说眼光眼光的 眼光也不算难搞 我先把自己的精神盾做了 然后再说眼光的事 我个施暴啊 真是太狠了 敌人都是成群的倒下 很快 就差一个封印了 三个药匣子 这里就可以开了 那先把这些怪清一清啊 因为西西之王的话 经常会踩着光环 所以说 把这里清一下 再去打他比较好 这个枫叶啊 完美的继承了 原版的一些特色 就是非常的难开 有的 踩的是狂热 我连这击都要生了 来吧 来吧 咱们冲吧 趁大波罗出来之前呢 先把这个地儿占了 有骷髅的输出 现在面板上是200多 再加上这个力量光环 我的天啊 这个点 红色的点 真的是太狠了 噩梦难度就已经这么狠了 来吧 控制他之后慢慢打吧 我发现这个货也挺聪明啊 一直在用圈火 好 开始放火堆了 火墙 谢谢 他已经没了一半的血了 你看如果骷髅的技能 加满 然后呢 你的抗性如果也点了一点的话 加上装备的加成 这里的圈火根本是收不了你的骷髅的 我的石膜呢 也点了一点了 所以说现在石膜也很用 看一下大波罗给我爆什么吧 他这个火枪真的远啊 哎 出来电了 这个电真的吃不起 还算可以吧 爆了个暗金 重剑 这个重剑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什么黑蛇之类的 点起来看看吧 一个手套 这个手套看起来还可以啊 变识一下 是黑蛇 那好吧 本期呢时间差不多 先给大家录制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